其實我們剛才看到這間開發時 除了京鳳冠英以外 也京鳳全台唯一的道公道婆 雙團這對付出在世時 一直好很多人的天花 他們家有很多愛美的路上 都會拿到化妝品來這裡拜拜 希望自己的皮膚越來越好 中華期開發時一般比小親為冠英庭 除了主席的關西英婆31年 最特別的是在後天四方兩尊道公道婆 信眾的京白保養品 這些是傳統園子水粉 既求青春美麗可以有好飲宴 三話開發時俗稱萬英庭 供奉的道公道婆 尤其是年輕的青年男女都會來供奉 都很有靈驗 他們就是為了祈求他們的皮膚 各種身材都會來祈求我們的道公道婆 而且都非常的靈驗 每年到了這個特別的日子 他們都會出賣很多的貢品來供奉 苗峰另外表示 全台灣都一位中華期開發時 共鴻斗公斗婆 立宿可以對手教請到年間 一對小母親在民眾年最大的電腦 開發時是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建線的 那早期就是有兩位行醫的夫妻 為了醫治水豆或天花 他們都能夠醫治民間的百姓 能夠讓他痊癒 所以演變到後來 就變成我們現在的 鬥公鬥婆的一個最大開發時的特色 克什佑民眾準備化妝品來拜鬥公鬥婆 在今年的開發時玩樂聖誕的日子 敬拜信眾警戒施責 新衛開發時 總共信用金武第四個關手 大中華新聞 达姆七中華 蔡宏寶德 大中華